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兔女郎的頻道 我有沒有想到兔女郎的頻道眼神都怪怪的 沒有啊 好,上次跟大家提到的這個安平14天的保養 坦白說,像我們這麼懶的人 我們很常就是有一搭沒一搭的在用 只有你 我對,我其實是個超級大懶人,我都看心情用 那今天我們就有一個特別企劃,謝謝金城之雙 我們要來做一個14天的實測 看我到底是白了沒 連續使用14天 對 我會負責當嚴厲教官來接受 希望你可以好好的趁這個手可以擺一下 我覺得你眼神有點怪怪,因為令人覺得很可怕 你說你會每天這樣,像你抱我這樣嗎 對對對 你抱我這樣子就像你吐吐吐對不對 對對 我們剛才對比一下14天會怎麼樣 然後恭喜 我們等一下晚上的時候就會來大卸妝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這個大素顏的來拍 你們可以看到14天的素顏好不好 好 可是我怕有一些燈光不準 因為現在其實我們是一個日光 所以說沒關係啊 就是在激素差不多的情況下應該都會 反正就是因為我大部分使用的時候應該都是晚上 就是睡前使用 然後睡前使用14天 所以你中間看到可能都是晚上 那我們會再挑最後一天第14天的時候 我們繼續用這個白天的光 現在大概是下午4點鐘的燈光 所以下次拍我也會搞一個4點鐘的燈光 這樣子就不會有這種嫌疑了 好嗎 好吧 那我們等一下晚上就來進行 實測14天 第一天的實測囉 好 我要來幫兔也查了 希望我們大叔也忙 嘿嘿嘿 有我幫你 勤勞的美白 看你會不會跟這隻兔子一樣白 蛤 呵呵呵呵 那種烤得讓人家覺得很害怕的樣子 你也奇怪 我剪指甲的啦 喔 好啦好啦 我要 就這樣 好了嗎 好 3 2 1 2 1 很危險 有嗎?我幫你拿 幫你幫我拿 很香欸 好香喔 玫瑰 玫瑰 不過這樣拍好像比較...但是我覺得你拍很大力 你知道嗎?真正拍都是拍很大的 這樣才可以刺激肌膚趕快洗手 阿當然啦,我也可以順便公報思潮 額頭再加 好吧 接下來就是明天早上要再繼續 對 好喔 可是現在感覺就是很... 涼喔 就是這樣走喔 這樣走就知道啦 阿不然我拿個色卡,沒有色卡 嗯...因為現在有光線的問題 欸不好意思,我近視就是900度 但眼睛可能還超小 好吧,那我們就... 這樣子就是每天這樣看吧 我應該要準備一張色卡 拿鴨翅的來好了 我覺得你是10號 10號、11號 這麼...這麼深 10號、11號 OK 你的牙齒還比較白 廢話嗎? 你的牙齒還被你皮膚白啊,笑死 所以我現在牙齒幾號 5號 5號、6號 然後你本人10號、11號 好 記得喔,10號、11號 我們來看一下測完什麼 我們後天繼續做 3天之後來做一個比對圖 上次是...幾啊? 10...11、12 11、12 是不是還是11、12 對 好像是...10跟11之間吧 好像有稍微白一點點 我覺得那不是白 那種是... 亮的感覺 你就不會覺得它好像... 暗沉暗沉 沒有光 那個不一樣的感覺 1 3 2 6 3 1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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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一 你拍一下,把他吸收一下,我們來記錄一下 好亮喔 好像你變好亮喔 我有點被驚嚇到了 有嗎有嗎有嗎有亮對不對 我來看一下你有沒有變拍 來量一下齁 對對著我,我們看啥 八 真的假的 八 真的假的 我忘記之前多少 我也不記得 之前九 最後看一下,反正就八啦 可是,好像真的蠻厲害的 七分八,七分八 七啦,七七七,八還比較快 而且我臉一直在發亮,你有看到嗎 你應該是七吧 你有看到我臉在發亮嗎 有,我自己,我現在也有 我覺得你看起來比我黑耶,right now 可是現在看不準,我覺得 我們可以明天來看一次 在陽光下,因為現在旁邊有光,我覺得不太準 就是現在燈光不太準,光源不太一樣 對啊 每天我還有剩一點點可以擦 好 然後擦完就可以化妝,然後再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們一開始是有化妝跟大家分享 說還是要化妝怎麼樣 你們已經看我這麼久就是大素眼 哈哈哈哈 好了好了好了 好,明天見明天見 給大家看一下,第十四天 欸,這 就是 真的 很亮耶 等一下要來再化妝看看那個感覺怎麼樣 可是我其實就是還是會過敏 不知道我的臉是對誰過敏還是怎麼樣 反正就是 有時候洗完臉,洗完澡之後就是會 臉過敏 但大家有沒有覺得好像整個就是很亮的感覺 覺得舒服耶 老婆 老婆 看來看我的臉 不知道我沒有跟你一樣白 有貓我跟你一樣白嗎 還是比你白 差不多白 你敢跟我比嗎 好吧,你還是比較白 可是就是 你不覺得就是 有種 那個感覺嗎 嗯 那我們去化妝看看 你覺得十四天擦完之後 使用心得是什麼 從現在來說明顯改善 就覺得整個月很 就是亮起來就很精神 然後至於有沒有白 其實我坦白說 我不是很明確的知道 但是氣色就是好你知道嗎 嗯 而且就是大麻發現我臉上就是會有一個 光澤 就是你看有光照到的話 就這樣 打光才有的那種 保濕 就是它也有效 所以它才會 讓我感覺很飽水 然後就是 噴噴白白 而且裡面我的皮膚 你在推嗎 坦白說你就是覺得就是很 就是這樣 可是這不準啊 因為你擦完之後 你還會再擦其他的保養品 沒有我最近沒有差 我坦白說 我是真的沒差 因為我最近好懶 你還敢這麼大聲說明懶 前面那個有一些天 其實我是真的還是有露差半天 就是我跟大家承認 對不起 我不在 你就開始懶 是不是 那你覺得這樣 你是不是應該要勤勞的點 其實我還是 很建議大家 就是 真的是要勤勞 就是 才能有這樣的膚況 就像我說的啊 我只要比 同年齡的人 看起來年輕就好 對啊 欸那你來評價一下我的年齡 就怎樣 亮 我覺得白的話 跟我比起來 你真的還是比較吃虧 可是我現在其實覺得 比起白亮比較重要 膚況好比較重要 那是精神的問題 對 你覺得氣色好 對 因為像你白 你也有可能氣色不好 對啊 所以我覺得是氣色的問題 其實氣色到底是什麼 就是乾吸到氣色這件事 狀態 整個人的狀態 還有狀況 綜合起來就是你氣色 它就呈現在臉上 而且我跟你講 我今天沒有擦唇彩 他剛剛還在那邊 吵的時候要擦唇彩 我就說 欸 奇怪我不用欸 沒有我可能只是 因為我比較平血 那是這樣嗎 那我跟你講 你的狀態不好 你就要擦它這個 這一層子刷 就讓你整個就是 亮起來 我跟你們說 而且我中間還去過那個 基隆雨 曬過太陽 但是我跟你講 所以勤勞很重要的點 就是我其實有好好防曬 我就是整個撐著我們 防曬非常重要 我撐著我們之前那個 出的那個傘 欸 真的很防欸 我連手其實也沒什麼黑啊 有黑嗎 你看我這邊也沒有那個手錶痕 我不要接整個就是有手錶痕 那我有幫你穿防曬 我其實只有擦一次 然後其他事情 我就扒著我的傘 我有扒著嗎 你要是說 對 我很少看你這麼輕喔 可是因為我跟你講 不八字傘 因為很熱 一定要八字傘 所以我們現在直接接下一集了是不是 下一集就是我們在講最用的 沒有啦 沒有就是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個防曬的那個重要性 就是記得要防曬 我們那天防曬的工具 我戴了太陽眼鏡啊 戴了口罩 他戴了帽子 我是瘋狂撐著傘 可是我沒有穿外套喔 我戴帽子 戴眼鏡 戴口罩 然後又穿長袖 然後遮手 褲子也穿長褲 嗯 覺得 就很好笑 其實 但是很防 就是我們回來整個狀態是很OK的 對 然後皮膚還細細嫩嫩嫩 同團的人全部都是紅的啊 都黑了一層 不是黑是紅 對 直接曬上 就是紅了之後就黑了這樣子 我們就是整個就是跟原本差不多 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個 夏日防曬小技巧 最好就是 太陽出來的時候 你根本就不要出門 好不好 對 對 然後順便記得擦這些帽 就是美白小道具 你覺得跟我們一樣白喔 還有一個七色 擦美白的東西一定要防曬 一定要 不然你很有可能會翻 對 好不好 不要聽兔顏在那邊亂講 那很近的給大家看 他防曬都是我在幫他 給大家看一下我的褲口 近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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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照不完欸 你有沒有傻眼 我覺得你有傻眼 我已經不知道去哪裡了 很滿意喔 我怎麼這麼好看 交給你結束囉 我先走了 不是好啦 那個我們今天 你手很熱起來 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囉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妹妹們 女孩們 夏天記得要防曬喔 保養自己的皮膚喔 掰掰 掰掰 想要說掰掰